投资人引颈期待 29号终于判来迟到的耶诞行期 道琼和标普500指数 受伤攀升超过1% 纳斯达克也上涨近2.6% 废办也跳升3%以上 几乎要搬回前两天的所有失土 不过振奋市场情绪的却是坏消息 美国初次申请失业住地金的人数 上周来到22万5千人 连续申请人数也来到170万人 是2月以来最多 协市对于有意愿就业的人来说 找工作的难度变高了 也暗示美国经济有点冷却 分析指出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收益 将是连续第三季衰退 凸显今年美股获利 很大部分是靠能源业的 庞大收益在支撑 而科技股方面 评股公司股价 今年以来至少重衰两成七 特斯拉更是狂蟹超过六成五 有看法解读 共同原因是中国因素 另一方面 Netflix却是止步四连叠 29号股价大涨超过5% 因为市场看法出现了法夹丸 投资研究机构CFRA 一口气将其评级 跳升两级到买进 认为低价由广告板 带来新财源 新的付费共享方案 和明年将开抓 寄生账号等等 都将是Netflix股价的 催化剂 欢迎我们的视频 做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 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 政经博弈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 战略棋局 怀疑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9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